就是為了支持Oversource所有的想法跟一些做法的實現 詳細的部分 我可以說在他上網幫我看一下 如果你願意就是加速他 為他付出演技力 也對他演員做善意的王室 這樣子 那今天的場地贊助呢 因為你知道嗎 大家喜歡 所以我就拗了我們家老闆多多贊助一點 對 所以他會有三分鐘的東方時間 先請大家就是稍微的給我們一點機會 謝謝 這個 跟大家探討一點時間 因為就是我們 其中一個民進最具有幾個 工作活動的協會 大部分是台灣共同 工作空間交流的機會 那我們主要是希望 可以推動 主要是 好 現在一個是做空間 我們是做空間做空間 對 那我們現在是在 在台灣希望能夠推動這個環境 這樣子 那我們現在目前是有做做到 然後是希望 除了大家可以找一個空間的這個概念以外 然後我們希望 我們會希望 希望我們能像天公司 然後 就希望將來 可以做到人才 可以做到 大家可以去看 就是 企業在找人才 然後人才不要多 那我們有在做一個 就大家有興趣的話 就上去一台 好 就今天不到大家的時間 讓我們攝影師 大家繼續來 主動 謝謝 恭喜 謝謝 謝謝 大家好,今天我是第一個講師,然後我叫你羅安 然後就是我今天主要就是那時候去了華盛頓禮堂 然後等我回來了路上,然後下下就忘了說要不要變成 然後因為大家都最近去移民的,然後越來越知道我是一個老婆會做的人 然後就決定要來分享 那主要是分享到一些進入地層,然後去問想要學生免之類的 然後分享在那邊就很難找 那就是首先就是我覺得我愛 大家對我最常的一個問題就是覺得我是爆炸的 就是因為我很喜歡用這個,我搭乘的時候學時照是一個爆炸的 然後很想到大家看到我第一句話就是,欸居然你是爆炸的 然後這是我的推特長 那其實為什麼會就是參加GV,然後其實一直想要講很久 但是好像其實因為就是一直沒有時間把它寫成文字 對所以就是趁機趁這個實驗跟大家講 就是其實是在我研究所的時候,研究我的電證啊 然後那時候剛好有個機會去,在2010年的時候去那個末本 他們有一個NGO的年,聯合國的NGO的年會 然後這年辦在末本,然後我就去參加 然後參加其實碰到的一些事情 就是,例如說我那時候才遲到就是 就是,如果你拿就是台灣的護照,你直接進去會場 對,雖然我本來不一定是要進去會場 但我聽到這一次我覺得很失望 就是我們台灣,台灣在國際上的地位其實也有活動 所以如果你也持美國護照或其他有國家 他們見到說會很容易跟進去 所以那時候我就心裡就有點消感 然後就覺得台灣好像很可以這樣 然後另外就是因為參加GV那一年就是跟政府一些流行的活動 然後那時候就是幫忙一些的事情 然後對,你就是看到了就是台灣政府需要改變的地方 那,可是其實參加完以後其實也沒實際上做什麼事情 就只是做一些,那時候看起來就做直播這樣子 然後到現在 那,後來去當B1就是 後來就是對,會舞以後就先在那邊吃飯 然後準備開始找工作的時候 然後,那那時候就是 因為我是就是自公器的背景 然後我很喜歡做營 那時候因為我也覺得在我們交代上面 就是西藏的激動人 就是西藏的激動人打工 那我就喜歡做營,自己就是掛在IS上面 那GVP剛好是一個總的IS 就是大家都,他剛剛有一個Channel 然後我就掛上去 然後我也不知道大家在幹嘛 然後就開始,開始就是看大家聊天 然後,但其實也差不上話 那有一點就是,西藏高溫就是 說欸,這有什麼人有興趣 然後就覺得欸,好像還蠻有趣的 然後就開始做 那,很想要就是 開始事情就越來騙越多 對,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騙越多 那,那從最早就是 最早開始,比較投入多的就是 立百元的專案 然後,因為 因為我很偏向L1 對,大家都知道就是 就是越偏向L1 所以西藏高的路上學都來做 那,那時候就開始學 怎麼用Angl1 怎麼去把一個 就是 修改一些功能 那時候就只是 可能西藏高就說 欸,你就是 欸,他可能講到這樣 我就可以就把它 把EQ補法 然後呢,Markup 把它轉成 實際上有過程的 這樣 然後,就是他有在3.18的時候 就是,因為 看到一篇文章 然後,他一直說 這個 Handboard的那個 拿打無敵做得很差 然後我就 其實就覺得很笨 那其實在這種留言 然後,但是其實 進行就很笨 然後之後就自己 靠下去把它 稍微拿到 我又變得好 就是,那時候 在3.18可能 唯一的小小東西 然後還有就是 另外就是 環境主資訊的那個 一個這個 那,就是 對,其實我對於 資訊問題其實怎樣 就是 其實我其實也蠻有興趣的 所以 也時候 在學D3的時候 也是幫忙 再做這些事情 就是主要我在 去P就是常做一些 我蠻有興趣的東西 像就是做網頁開發 然後我有一些 基礎工具的改造 對,那 那 實際上呢 究竟為什麼 這次會去 就是那個 美東鬆呢 其實這是一段 小小的故事 那首先我們要開始講 就是說 從那個 於是發寫 就是 美東GV NUS的發寫 大家 就是他的名字 然後他 再來 他是 我同事 我同事 就是 也是GV的參與者 他的 是以前的室友 但他其實 我有問過他 他可以 他可以 通文賓道的方法下面 其實我有稍微問他一些問題 那他其實就是說 他其實對 因為他人在國外 他在一年 經濟學的博士 在馬鈴漢大學 那他對於 他聽到 以前 聽到 聽到 台灣有GV這樣 摩持他 其實還蠻感興趣的 就是 欸 這麼有趣的東西 然後他一直很想參加 但是因為大家都知道 人在國外 可能就是異想很孤獨 其實 有時候你想 但是你不利用那個 能力去做 加上他念書 其實這樣蠻辛苦的 那 所以但是他後來開始加入 他們有一個 就是海外 台灣青年陣線 的成立 那這是大致上 是在他們 馬鈴漢大學的一個 就是 然後他們 主要就是 每兩個禮拜 會聚會一次 然後他會針對一些 兩岸地體啊 一些台灣議題 做一些討論 所以其實 我覺得 人家台灣其實 就是特別 特別 他們還特別花時間 去做這件事情 其實還蠻 蠻好 真的蠻花時間 他們真的蠻難做的 然後但是 他們做做做做做 然後就是 一開始 我剛才有提到一個 宏偉就是 勸勁的上一個 然後他們就是透過 漸進 認識了 自有高 那 就當初他只是以為說 他只是 就是 當作中間人 然後沒想到 在 他說那次 Epa還有在那個 Handcock 一直教他說 欸你要怎麼進行這個社群 我辦一個黑客人 但他其實從來 從來沒想過 有一點自己要 開始辦一個黑客人 就是 他們知道 自有高跟流利 要去 就是他們要去花生 去演講 然後所以 他們就開始說 欸那 既然有這麼 強大的陣統 要去演講 他不如 就是 比如說多舉辦 場 talk 多拉一點人 讓大家更知道 G&B或者是 貨潮在做什麼事情 台灣正在辦什麼事情 那 就這樣後來 一把也加入 最後我們就開始 他就掉入一個大 可能就是 要辦應該沒可動 對那 本來他只是想說 一開始要辦在 紐約 因為那時候有討論說 在 就是 灣區跟紐約的 台灣的人 會比較多 所以一開始考慮這兩個地方 但是 像 紐約那邊的 聯論 聯系人是說 紐約的 火星才是排滿 不太可能 擠出一個時間來 辦一個活動 所以 最後他們就決定 就是 這樣就要華盛頓 他們就辦在華盛頓 那 就是 這是一個 很辛苦的過程 那 最後他們就是 開始有 他就開始召集人 然後開始找場地 然後開始募資 然後到 他們一開始就是 很擔心募房問題 那 到後來他們就是 透過了 當地的一些 長期紛云的一些 就是長輩們的一些協會 他們就是開始認識了更多 就是連結 然後於是 他們的 他們的資金終於 缺口都會浮上了 那 人也來了 報名了 當初 報名的人數有57個人 就是從 基本上是從 美國各地來的 那 為什麼不去 美東中呢 其實大家如果在 前陣子 傻米的 傻米的 我大概稍微提一點 就是 從那個 從一段對話開始的 就是 就是首先 基本上那段時間 我本來預定好是要去 就是新加坡 要去新加坡 參加一個 Drogate Spirit Conference 對 那本來就是 因為我今年有申請 那個 Sunline的 等一下我會再介紹一下 就是 美國的陽光基金會 他一個 交換的計畫 那我等一下會介紹一下 就是 那那時候 就是有沒有知道 我有 神奇 他就問我說 那 因為他們的主要辦公室 就是在華盛頓 他說 那你不可以問他一下 你要不要 所以第一句話就是 那你在那個時間點 就去華盛頓 那 可是 可是我那時候人在新加坡 然後 反正他就開始 就開始丟給我說 那個你看機靠錢 然後 然後就說 你可以去了 那 就是這樣 因為 大家最早聽到就是 腦破了肉 對其實 而且 我新加坡想去 就是去出國這麼久 我還沒去過美 所以新加坡想去 美國看一下 到底是什麼 有趣的地方 那 所以 就是回頭一看 就是換成這個網頁 就是 那時候就是這個網頁 因為 因為那時候我主要就是 因為 就是 因為那時候 最早查的時候 是大概 去一趟要 大概 兩千塊的美金左右 所以那時候就覺得 這個超過你 超過你負擔的心血 這樣子 好像 就是不知道怎麼辦 所以想說 那乾脆來募管 而且最早只是在 那邊募管而已 那就是 但是一直有 像卡西他一直說 欸你的連接網領 我要均網 我要均網 然後就是這樣又被一直推 所以我就 趕快生了一個網頁 然後 而且 不斷的再加一些新功能 像進度角 然後像 像那個 像什麼 像那個 那個 名氣表 然後就不斷的每天都在加新功能 然後還有就是 小紅就跟我講說 你要介紹一下你自己是誰 或摸一下你自己 然後 最後就 反正就是這個網頁 然後那時候他找人到說 啊 可能在台灣是違法 然後我不太 所以擔心大家的錢會被 就是 凍結 然後怎麼樣 就浪費大家心 所以就趕快就改了一個方法這樣 然後 最後就成功了 去了 這個 華盛頓 那基本上我的軌跡就是 這樣 就是 我先從台北往新加坡飛 然後 再從新加坡飛到 日本 然後 日本到迪克利 然後迪克利 就是 華盛頓其中一個機場 然後 最後回來就是從 從IAD轉到 5月的機場 再從 你可以回到台灣 總共的那個 里程就是 大概2萬 2萬 2萬 2萬49的里程 這樣就是一個 呃 蠻漫長的旅行 所以我就要長 對 就是 對我來講還真的還蠻辛苦的 然後 呃 主要是 這 參加這場美中充 其實就是 剛才有提到就是 他們來自 美國各地嘛 就是最主要是他們 馬里蘭大學的學生 然後還有 那時候還有 CMU也揪了一團 然後還有 紐約那邊也揪了一團 可能還好幾團 然後還有 林斯頓他們也揪了一團 那基本上是 主要就是 他們就是一團 揪這一團 就是 其實可能他本來也不認識 但是就是透過這樣的 人地連結 然後 大家對這些都會有興趣 有熱血 然後來到了那邊 不過大部分都是博士生 為主 所以他們都是因為 在美國念出的博士生 那 當時候他們在 因為 通常劇 比黑客人都會先 可以上網提案 那其實他們在提案的時候 是非常踴躍 然後就會非常 熱烈的討論 然後提出 很不錯idea 然後這時候 這是他上一開始 幾個比較有趣的狀態 我覺得啦 就是有列出來 但還有其他的可能 太多有列出來 像 肥貓專案就是 所以他會想 他想要知道就是說 其實哪些公司 是 透過補助款 或者是 政府補助的 東西 然後或者是 減退什麼的 才存落下來 就是這些肥貓 這些一直 把我們的產業拖垮的公司 到底是哪些 他們希望透過這個專案 來 找這些公開資料 然後 補發這些政府的資料 把它找出來 那另外就是 台灣初級的資料部 他想要整理一些 跟歷史有關 台灣資料有關的資料部 然後 他的打領高手就是 大家都如果知道 GP有個專案 叫新聞小幫手 他會覺得其實 現在我們還沒有辦法 克服一些問題 就是 我們不停的 在看到有些人 在發假新聞 然後發假新聞 有人就會發他打臉文 那發他打臉文 之後就會有人發他 打打臉文 就是 不停的有人被打臉 然後不停的 有人出來打別人的臉 然後你們的話 因為訊息太多了 大家都知道 現在資訊報導 但是你們不太知道 到底哪一個是真實的 哪一個是 該相信的 所以他說 如果透過一個這樣的平台 我們可以 給分 可以去選擇 然後我們就會知道 哪些是我們可以信任的來源 那 最後一個相信是 每個人都親身經歷過 就是當你在選一些網站的功能的時候 你就選擇台灣 然後後面都會加一個就是 後面 所以 這個東西 大家都知道 尤其在 如果是一個 就是 如果是資訊解話 就知道 其實有些 呃 這 這 這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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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透過這個網站 去蒐集那個 有哪些網站使用的 就Probis of China 然後我們去寫信跟這些 比如說使用的公司啊 或是政府去抗議說 我們不是台灣或中國的一個省之類的 然後這是一件蠻有趣的專案 那實際上 實際上 因為我去 其實我本來預期以為 我是去寫程式的 因為參加了一個課程 那實際上就是 實際上到那邊才發現好像 而且我那時候在募款的時候 其實有騙我一個說法就是說 我會大家的 贊助我的資金會轉換成扛命的 對 所以其實 因為後來發現去好像沒有扛命很多 所以現在沒有很多 現在很安心 半年到一點真的要還在 沒有啦 就實際上我去也覺得 我花了很大時間 終於到那一間 然後 第一天 前天晚上 他就說 那你來直播啊 然後我就說 好啊 所以就是我 我莫名其妙就開始 做直播的動作 就是 其實什麼也都沒做 但是因為其實經常 就會帶一個web page 所以可能說 那我們要做直播 然後第二個就是 因為以前在GV或者是在台灣 就會參加一些課中 或者是就是比較常在寫網頁 所以他們 因為大家其實 大家我剛剛有講的 他們其實很多都是國事成 所以他們其實都會 他們都很緊張很擔心 就是他們 像他們這些半GV的程度 他們一直在討論 在他們那一部檔案 就是說 如果專案 上台報告 我們就說 或是更多 然後 而且他們在 因為像5GV的 都會有一個傳 黑色會傳 就是自我介紹 然後他們那一天 就是自我介紹的時候 就是 就是每個人的那個背景 那個跟知識都非常厲害 然後 比如說有的是什麼 核能 那個 核子物理系的之類的 然後有的是 反正 反正 我們就常開玩笑說 我們經過黑客中 隔天就會做出一個 國建築來 發射的那樣 就是 他們的其實 其實他們的背景 跟他們的知識都很厲害 但是他們 很擔心 他們 像通常有些人都會說 其實我們自學的 或是自己 然後他們就很擔心說 他們沒有辦法在 這個時間內 做出一個傳統之外 所以 所以 他們就是 他們就是拉我 就說 我們問你 然後是說 你有沒有寫網頁 然後開始 他說 那你要 就是 直接給他們一場交 就是說 你可以有哪幾種選擇 等等 然後 給他們一些概念 然後最後 他們真的抽出 我一起想說 這不是 第一次寫網頁吧 這可能是 我大概寫了 教學三年 大概才會出現 然後 接下來就是 他們剛才有提到一個 肥貓專案 他們就說 他們想要抓那個 資料 可是他們也不太會 然後因為 在GP的時候 我也有 就是做一些 就是抓網頁資料的經驗 所以我覺得 那天晚上也是 再幫忙寫一些 快樂 那最後就是 大家知道 那個 因為那時候快到了 台灣的選舉 那他們其實很 就是 那時候 就對那個 議員投票指南一定有興趣 他們就改了很多 然後那時候 那個 就是 議員投票指南開發 之後 他在台灣 晚上先弄 弄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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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弄 然後他去睡覺 然後我們在畫門這邊 看著黑客總 然後就看著大家做一做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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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覺得 很不可思議 就是 我們那個 黑客總 到底發生什麼事 所以 還有一個幫忙 就是 他們有些可能的設計是需要幫忙 教學送帝 所以那也是我那個時候 主要在做的一些事情 然後 那 實際上 就是他們的成果 我覺得 就是 這些是比較 我覺得比較清潔 但是其他 整個他們的 其實我覺得還蠻厲害 就是 加他們 加強了議員投票指南 因為他們讓那個 就是 因為投票指南的 那個 UX 就是 整體聲 然後做一些頁面的跟進 然後加一些新的 像搜尋的功能 那 他本來 他本來 他們只能查一個字 他說現在可以查兩個 兩個專頁之之內 那還有就是 別例子 別例子也是一個很有趣的專案 就是當初他們 他們當初想要做別的專案 但是也是就是說 經過勸多說 可能這樣子有點太大 所以他們就說 那我們做一個簡單的 所以他們就調了正式 正式 正式是一個 GV 一個蠻長的專案 但他主要就是 透過抓Wiki的資料 然後做在 時間軸上 顯示現在 那些事件的歷史文記 然後他們就透過說 其實 TimelineJS 他有一個功能 是你可以做兩個的 Tab的比較 所以他們就一個很 非常簡單的東西 他們就做 然後用一個晚上做出來 一個非常有趣的程度 就是你可以拿兩個人做比較 然後他會呈現他在 就是在一個 一個時間上面 不同的時序 他們發生一些事情 那最後一個就是 開放政治現金的視覺化 就是我剛才講是 他們完全都沒有寫過 網頁幾天 但是選出非常漂亮的 第三個視覺化文章 那最後一個 幫忙臺灣 等一下 下一個講這個 我也講 因為是他們的Netflix轉彈 所以我就 不要支付起轉彈 那 就是他們經過了一個 他們都是博士生 然後他們 一直很長年紀 實裝能力 沒有 好像是我覺得 不愧是博士生 不過是一群很聰明的人 然後做出很棒很漂亮的結果 那 我們可以稍微來看一下 就是像比例池 他就做出一個很簡單 就是 我想要比較 我們只要輸入人物1跟人物2 然後按下去 然後 他就會 他就會顯示出來 就是現在是已經上線 他把BR送回來 然後已經上線 就是 你可以看到就是 比如說我現在輸入的就是 馬英九跟陳水扁 他就會兩條 就是馬英九跟陳水扁 然後你會看到他在 哪一 某一年 就是陳水扁發生什麼事 然後馬英九發生什麼事 然後隨著 就可以做比較說 兩個人在時間頭上面 所呈現的事情的變化 那另外一個就是 還有這個就是 真的蠻厲害 就是 你看這個網站的結果 就是 其實他還蠻有樣子的 就是一個網站 然後他會有非常漂亮的 一些 名字 然後非常漂亮的 第三視覺化的結果 然後 他們處理的是 就是政治現金 一個很龐大的資料 對 然後他們就會做出一個 很不錯的結果 然後就是他們花了 一天 而且他們從來沒有寫過文件 對 那 主要如果 要說就是 美東松跟台灣松 有什麼 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 首先就是 在國外 那個 大家都知道美國很大 美國是一個很大的地方 所以 他們的場地 其實跟台灣 比起來是非常貴 就他們可能 一個場地 他們那時候找了一個 coating space 還不錯 然後不過 唯一的 我不知道說不算缺點 就是晚上換一支夜店 就很熱鬧 對 但是他們就是 找到一個coating space 然後 聽說 潘地貝X也是蠻貴的 然後 接下來就是 人是散落在 美國各個地方 就是 因為如果在台灣 其實 最遠在高雄 你只能坐一個半小時 就可以到台北 那 在美國的話 像他們最遠 從北中拿 從北中拿 跑到華盛頓去參加這個活動 所以你就知道 就是 很不簡單 然後 然後加上其實他們的 博士生很多 博士生很多 就有點不同的地方 就是 因為 他們這個主要回心傳染 都是博士生 然後他們都要面對自己的課業 然後其實課業還蠻辛苦 然後他們同時在課業之餘 然後還來做 就是舉辦內課宗教活動 所以這次花了很多他們的心力 然後他們 很多也都是 很緊天沒睡 然後他們不停的開會 然後不停的在討論這些事情 然後最後半成就可以課宗 那 這邊要講一下 就是參加完 那可以課宗以後 就是隔天 就是 隔天我去 拜訪 那個 就是剛剛講的 就是美國的陽光基金會 那 他那個 陽光基金會主要就是 他主要就是 跟台灣的GNP 很像 那他們主要就是 也是在做 開放國會 然後主要他們擅長的地方 是做 鎮商金流的透明化 他們很擅長 然後他們主要跟GNP 也很像 他們是做 開發工具為主 然後他們會提供很多 各式各樣的 就是工具 比如說開放國會的API 或者是 他們有 Inference Explorer 他們提供很多工具 然後不過他們主要的 他們 因為他們是一個 所以他們主要的資金來源 是來自於民眾 然後我去參觀他們 辦公室的時候 是 這個只要吃光我介紹說 他在的那區 就類似像 他們的大使館 附近都是大使館 我覺得這個區域還蠻 算蠻好的區 然後但是我去 我是覺得蠻有趣的是 他在一個 類似辦公大樓的 就是外表完全看不出來 是一個什麼地方 然後進去以後 你就跟他做登記 然後後來 就是 等於有點像 台灣辦公大樓一樣 然後到過他某一層樓以後 然後你就可以看到 他們的辦公室 然後他們就先去拜訪他們 然後其實他們 這部的辦公室還蠻大的 然後我就是 繞了大概 有六個區域左右 然後他們的組成人員有 有記者 他們也會有些 有記者 然後有一些 designer 然後有 他們蠻多 大部分是 programmer 然後 programmer 也有分 就是不同的 group 的 programmer 然後他們還有政策部門 所以他們是一個 蠻有組織化的一個 就是基金會 那 他們最主要就是 在事情的開始 他們有一個 就是商賴的作為 那 主要就是在 他們有提供就是 英鎊的形式 或澳方 就是英鎊的話就是 你到那邊 當地的話去 或者是澳方 就是你希望他的人 來 你們這邊做一些支援 對 那 他主要是在 八月中的時候 開始做一些 可以做一些申請 那你聊天就是說 你是什麼組織 然後你做哪一專欄 然後你希望做什麼事情 然後 就是第一階段 就是申請 然後到第二階段 他們就是 如果你進入到下一個階段的話 他們就會做Skype的interview 然後到 他們大概 呃 像今年大概收到了 大概超過一百個人的申請 然後 對他們會經過大概 呃 從十月的時候 開始做Skype的interview 到 然後 那時候跟我講 知道 最後一次到我去的那天 所以是快將近十一月底之後 整個他們要經過一個月漫長的 就是Skype的interview的時間 然後最後大概 呃 我是還不知道結果公布沒有 但是我其實就是 可能我一直是覺得可能沒上 對 因為他其實那時候跟他聊 他是說就是 就是 必須要很明確的講說 你想要做哪些事情 然後他們 因為他們很希望 他們這program 就是幫助你解決你的問題 因為他們在做的是 開放國會啊 或者是做一些 開放政府資料的工具 然後所以他們有很 很大的一些programmer的經驗 然後甚至說 他們在這個 補資運作上面 然後像我那時候 有問他們說 那就是在你做 鎮商經流的時候 你們有知道說 欸 這個是有問題的點 或是人事 就是你怎麼把這些 關鍵點找出來 他們就說 他們其實也就是 嘗試之後 那有時候你不一定 找 就是 比如說你怎麼知道 呃 就是 龍灘 就是假設有什麼龍灘 但是這種案子皮 怎麼知道 這中間誰跟誰是有問題的 他就說 他們就是會去 他們有開發工具 他們就會有 專門programmer的開發工具 然後他們的reporter 會去 用這些工具 甚至是去 開始研究這些資料 當然有時候就是 就是 有時候可能找出來 那不是什麼問題點 但是有時候就是 可以找出來 有問題點 所以記得也是 嘗試 所以是他們 比較厲害的地方 就是他們能透過一個 很好的 就是他們 有人在開發工具 然後有人能 很好的 善用這些工具 對 那最後就是 在這個 當天其實 就只有他們有請到 他們本來在 三大房間工作的一個員工 後來到了他們那個 他們後來 美國成立一個叫18樓 應該講一下 就是應該叫18樓的組織 就是公務門 就是 公務門 一個很特別的骨子 算是 他們挖腳進去 然後在那邊工作 這樣子 所以 這是一個蠻有趣的過程 這樣 好 所以這就是我那時候 有去拜訪學生大房的一個 那 最後就是 我在這個 這個 這個漫長的 過程中 我學到一些事情就是 第一個 像是你必須要訪問 你自己就是 像那個 木板 然後如果你不會訪問 你自己的話 那個 就是可能 我覺得訪問自己的話 就是你可以 交到很多朋友 然後你可以 了解到自己 有哪些不足的地方 然後像還有就是 訂信票 要就是 因為出國 我覺得就是 自從就是 在GV裡面 我覺得我對 出國是有蠻 蠻不同的體驗 就是 像我會開始 就是找 便利店機票 然後會去關注 比如說 比如說可以 可以找到線上 先check in 就不用去 那麼辛苦的到機場去排隊 然後像 台灣的話 還有那個 快速公關 像這些事情是就是 過去我可能 就是不太知道 但是透過這幾年 我們就要學會這些 很有趣的一些小細節 那 最後就是在 就是 第一次的話 大家都推薦就是 那個 就是博物館之旅 然後那時候剛剛有 跟GV剛剛去那個 Space 就會先看到他們 我覺得他們 對於博物館的 就是 概念 就是 就是我覺得 那個博物館 人非常多 然後 博物館也是就是 免費進去 然後 然後 然後他會各個不同的區域 然後他們會設計一些 很有趣的關卡 讓你去學 學習這些各種知識 然後有時候 然後 有時候你會可以看影片 然後你會玩一些小遊戲 然後最後重要的是 在GV就是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要保持熱情 就是 不斷的 不斷的保持熱情 因為常常會 呃 比如說會有工作上的事情 會有 各種就是 難過的事情 然後你就保持熱情 然後只要 只要熱情 有那個熱情 就是不斷的 我就會被退肯 然後 其實還有很多事情 在加速進行中 就是譬如說 就是像我就退了 那個 就是 因為他們一直在說 美西也要有 然後一直說 美西會有很多人 所以我就退了一位 我在雅務上班的學長 然後 他現在就開始在弄 這個 美西 然後 據說 可能掌地可能還算OK 所以可能現在要調定時間 對 如果大家 到時候 人在美西也可以去參加一下 或是 王室的 親朋好友 那像 我們最近 有人在考慮說 擴展到 日本區 所以現在很多事情在加速進行 然後現在這個點點就是各位 就是各位 如果對這些有興趣 你們也可以擴展 你們的 就是 你們可以自己舉辦一個 當地的黑客 什麼之類的 那 所以我就是 空障服務員 因為我是貨長的員工 所以 我們最近在這裏 今天都計程 然後 好 謝謝 好 謝謝 那等一下 今天QA的話 只要跟另外一個人講 我們就有請 歡迎大家 謝謝 謝謝